19岁时,有人要周迅陪酒,并一巴掌删掉了他的门牙,意思是,你什么东西,还敢拒绝我,只是谁也没想到。 后来的周迅,成长为了一个无人能驾驭的女人,她18岁为艺术现身,21年内谈了9个男朋友,31岁横梢两岸3D饮食圈,她有着西风子的称号,却一度的为爱痴狂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周迅的故事,1974年,浙江曲州的一个职工家庭,迎来了他们的小棉袄,爸爸是电影院放映员,妈妈是五金公司的财物,那个年代,兄弟姐妹一大堆,唯独她,是爸爸妈妈放在心间肩上的独生女。 自从记事期,她就泡在影院里,眨着大眼睛看爸爸工作,看一场又一场的电影,看一波又一波来来去去的人群,虽然她什么也看不懂,但还是觉得贼有意思。 上小学后,周迅长得瘦小,说话口吃,每次老师找人读课文,她都不敢举手,被点名也是结结巴巴,尴尬的脸通红。 此时,谁也没想到这个胆小怯懦的小女孩,有一天会成为娱乐圈最豪放的女孩王。 1989年,周迅上了初中,由于成绩好,类似重点高中和浙江艺术学院同时录取,她非常喜欢艺术,为此,15岁的她不惜以结实来向父母抗议。 当然,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,最终还是如愿上了浙江艺术学院,上了一校,周迅彻底放飞了自我, 为了实现经济独立,她开始为自己赚学费,还给美术班的同学当人体模特。 18岁时,她甚至给画家潘红海做了裸模。 据说,有一副阳光下的少女,后来被拍卖到了184万,别人说女孩这样不太好吧。 周迅却不以为然,有什么不好的,这是艺术啊。 当时,市面上流行美女挂历,特别挣钱,她又成了时代的弄潮儿。 一次,出版社来一校挑模特,一眼就相中了正在练功的周迅,理由简单粗暴,她的眼睛会说话。 就这样,她凭借灵动的双眼,成为了挂历女神。 最火的时候,整个浙江省的挂历封面都是她,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北群隐瞒周迅。 可见她的爆火程度,她正沉浸在财务自由的校园生活中,却不知一个机遇,正在向她悄悄逼近。 2.1991年,大导演谢铁离无意在挂历上瞅见了周迅。 周迅,当即拍板,让周迅来演一位小胡仙,周迅非科班出身,不懂演技,年纪又小,发挥全品感觉,却塑造了古墓荒斋中最出彩的角色。 调皮脚下,灵气十足,简直是胡仙本仙,尽管这样,她还是一名学生。 毕业后,她被分配进了杭州艺术团,端起了铁饭碗,月薪七十块,没事的时候,她就会去午夜场唱歌,倒也潇洒快活。 直到1993年,一个人的出现,彻底打开了她新世界的欲望大门。 那时,音乐人豆鹏去杭州演出,与19岁的周迅相遇,两人坠入爱河。 为了爱情,周迅义无反顾地跟着豆鹏,从杭州来到了北京。 那时,日子很苦,爱情很甜,在酒吧当铸唱歌手时,每天晚上唱三首歌,她能挣150块,可是天宫不纵美。 因为拒绝陪酒,周迅被客人打乱门牙。 当时,自称她的除了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,还有刺烈的真爱,这期间,周迅也接了几部戏,都没红起来。 直到1995年,陈凯歌找周迅拍风月,她的人生才转了个弯儿。 就是这个小角色,留下了周迅电影生涯中,最楚楚动人的经典镜头。 当年,周迅在剧组泡了大半年,接触的全是张国荣这类大咖。 时不时跟大咖唠唠课,听导演讲讲戏,简直赚翻了,比上电影学院还管帅。 可是,职场得意,情场失忆,她失去了人生中最深刻的一段恋情。 豆鹏不想周迅频繁接戏,周迅却为了梦想一往无前。 二人分道扬镳,多年后,她回忆起这段恋情。 曾说,要是没分手,搞不好连孩子都有了,感情生活凉了,生活还要继续。 1998年是周迅演艺事业大伙的一年,拿奖拿到手软,还签约了大公司。 周迅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影后,她啥都不懂,穿着牛仔裤和T恤就去领奖了。 被人告知不正事,才买了条连衣裙,上台的时候,她的双腿一直在抖,身体在抖,心却在跃跃欲试。 同年,她出演了楼叶拍的《书中盒》,也先后了第二段爱情。 当时二人同在一剧组,都很有文艺气质,见面不久就对上了一眼。 贾红生也不常找,打开窗子说亮话,问周迅,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? 周迅想都没想地回答,好啊,贾红生对着周迅的脸亲了几口,天黑下来,二人就一起研究剧本去了。 这部电影,周迅演得很舒服,因为他天真的一面和世俗的一面,在电影里得到了彻底的释放,演起来很过瘾,贾红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,当时就参演了很多经典的电影,也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1999年,贾红生获得大名公辞的试镜机会,他也没忘带上周迅,在等待试镜的时候,结果周迅被制片人两次赶出了现场。 原来,当时的周迅穿着随意,根本不像是演员,制片人出来一看,正哪来的这么一张糊糊的女孩。 就这样不受蝙蝠的周迅被轰出去了两回,但当李少红导演见到她的那一刻,顿时眼前一亮,大唐西服往周迅身上一披,当即决定太平公主就是她了。 周迅扮演的太平活泼娇俏,灵慧可人,甚至有人评价,李陈红还要更胜一筹。 这部戏,让内地观众第一次认识,并肯定了周迅的演技,也顺利签约了李少红旗下,此刻,她就像被打磨过的宝石,正准备一鸣惊人,可事实上,她却又一头栽进了朴树的怀里。 一天,周迅的才华被高晓松看中,被叫去和歌手朴树一起出演电影《那时花开》,结果,爱情的种子也在悄悄发芽,贾红生有天看电视, 看见朴树身上的衣服正是周迅的,她顿时明白一切,摘掉绿帽子,两肠而去,她说朴树跟我很像,长得像,抽烟的样子也像,周迅感怀于二人的相思,却忘了爱情的本质,其实是互补,没多久,便粗粗分手。 刘若英说到周迅的爱情时,她说,周迅是那种不会保留情感的人,她一旦爱上一个人,就会全部拿出来。 然而,她和朴树的恋情也并没有维持太久。2000年,周迅爱上模特宋宁,宋宁填补了周迅感情的空白,但这段爱情短暂又低调。 而值得注意的是,宋宁是豆薇第二任妻子高原的表弟,甚至有传闻说,高原从王菲娜撬走了豆薇,不过周迅不在乎。 此时,她正忙着吴凤贤追寻下一段爱情。2001年,周迅拍摄《英雄钻石》与李亚鹏相爱。2002年,在接受采访时她说,李亚鹏满足了我对男人所有的幻想,有一种喜欢,就算捂住了嘴巴,也会从眼睛里流露出来。 李亚鹏为她甩掉取影,而后每多久,李亚鹏就因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一眼,娶了天后王菲,周迅深受打击,变得自卑而自闭,两年间杳无音讯。 关于这段感情,她说这是一场劫难。在劫难逃,李稍红导演曾说,周迅是靠演戏和恋爱来认识世界的。 后来,她在画皮里她变身狐妖,将小微的魅惑灵动,痴情与狠独演艺的微妙微笑。 在《如果爱》中,她是鲜活勇猛又急去野心的孙娜。 在《零你的猜想》里,她是执着痴情苦寻爱人的李小敏。 也正是这两部电影,让周迅囊括金像奖、金鸡和金马奖,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位三金影后。 而她行走在娱乐圈之间,也收获了无数的真爱粉。 其中陈坤排第二,没人敢排第一。 周迅和陈坤,到底是什么关系呢? 在我看来,更像是现实版李大人合成又轻。 周迅过生日,陈坤的祝福每年都不缺席,周迅有新剧新活动。 陈坤不一律律宣传相当走心,周迅与蒋杯十字交病。 陈坤第一个发生安慰,你是最好的,毋庸置疑。 说他们是好朋友吧,可跟一心好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公还多。 所有的房子都楼上楼下挨着,甚至穿着睡衣睡裤就敢去对方家里的友谊。 若说他们有爱情呢?可他早已有了儿子,他也嫁做人妇有了家庭。 况且两人相识20年,周迅华丽丽的前男友名单里。 从来没有过陈坤。 据说最有默契的一次,是周迅拍戏时差点被水淹死。 可是周围拍的人都没察觉出来。 唯独陈坤发觉周迅不对劲,把他救了上去。 从此,两个人更是被盖章有破命的交情。 记得曾看到有一个关于男女情感的经典问题。 有个关系很好的一亲朋友,是一种什么体验。 底下有一条回答,戳出很多网友的心,觉得和彼此都这么懂的人在一起,变成爱情都会可惜。 这句话,用在周迅和陈坤身上恰如其分。 在每个人的生命里,总有些人,是不舍得成为情侣的。 就像在陈坤心里,周迅太美好了。 或许,这一生,陈坤的使命,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守护周迅。 守护这只落入凡间的精灵。 回头看,身处于热衬的明星。 很多女明星的恋爱对象,多半是施家子弟,富商,制骗人。 可我们从周迅过往的恋爱时,却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 周迅高调爱过他的每一任。 21年间,周迅谈了8个男友。 一个老公,虫豆鹏,贾红生,李亚鹏,道扑鼠,宋宁,李大琪,高盛远。 周迅爱的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文艺男青年。 尽管他总是因为恋爱太过疯狂,而被人诟病媒体更是说他, 犹如飞蛾扑火,谁都知道飞蛾扑火很痛。 周迅又不傻,他当然也知道,但他即便知道, 前方可能是万丈深渊。 只要他爱一个人,他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飞扑过去。 他说,我不能想象我跟你恋爱,然后我是70%, 这就是他的爱情观。 简单纯粹,认真且宠,从一而终。 关于婚姻结了就结了,离了也就离了。 不玩人设,拒绝营销。 他是娱乐圈属时少见的坦率。 暴红至今,他依旧如当年的少女一般, 耿直又帅真生活,能在女人和女孩之间游走。 你喜欢这样的周迅吗? 如果看完,觉得喜欢我们的频道, 还请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哟。 请不吝点赞关注评论哟。 请不吝点赞关注评论哟。 请不吝点赞关注评论哟。